啊哈,Welcome back 终于2021年1月份的小车 给大家都分享完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的话是一个TOMICA RAMA Vintage 它不是一个CarSnap 它还是属于一个传统的TLV的场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场景拿在手上的第一感觉就是 我的XX 真XX贵 贵啥呢 200多块钱 就这两个东西 一个车顶棚 还有一个车棚 就几片塑料 这个东西大家渗入渗入渗入啊 真的我觉得不知道 200多块钱买什么不好 买这两片塑料的话我觉得有点贵了 一般的话是可以停四辆我们这样的TLV小车 在日本应该也是个大户人家的 谁家有四辆车 两辆Skyline我们把它停进去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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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 这个可能是家里两个兄弟两个人的车 这个是老头子开的丰田皮卡 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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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停回去 这个是老妈用来飙车 开的丰田穿色 叽叽叽叽叽叽叽 其实如果会比较拍照或者比较擅长摆场景的小伙伴 我觉得这一套路应该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有很多可以发挥的想象空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盒子上面 其实它也给了我们几个参考的模式 比如说跟洗车场景 还有马自达 Cosmo 以及小的货云车 组成一个场景 这个的话就是封面上的这张图 所以说如果你买了这个场景 OK 那你就尽情地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越是简单的这种场景 其实更能体现出一个小车玩家他的想象力 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 我是野军 我们下次见 See you